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蜂窝玉米 首先我们准备玉米一条 剁成小结之后再将玉米切下 嫌麻烦的同学可以交给摊主来处理 将切下来的玉米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清洗干净备用 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控水准备下一步调糊 碗中加入鸡蛋两个 加入吉士粉80克 加入玉米淀粉100克 加入土豆淀粉40克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将原料调成糊 清水必须少量多次添加防止过于稀释 调好玉米糊之后准备下一步宽油炸制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开大火将油温烧至七成热 同学们必须把油温烧至七成热以上 否则成千不佳 油温烧成热之后将调好的玉米糊下锅 玉米糊下锅的时候必须用手将其拨散开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成品更加的圆 玉米糊下锅之后掀开中火炸一分钟炸至定型 一分钟之后转中小火炸三分钟 这样的目的是将玉米糊炸至金黄酥脆 家庭小灶则需要四分钟左右 玉米糊炸至金黄酥脆之后到处碰油 最后再根据个人口味撒上白糖即可 一道口感香酥美味的蜂窝玉米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蜂窝玉米的技术总结 第一 吉士粉和玉米土豆淀粉的比例是8比10比4 第二 清水必须少量多次添加 将玉米糊调制成浸拉丝的临界点即可 第三 下锅之前油温必须达到7成个以上 否则不成形 第四 倒入玉米糊的时候要播散否则卖相不好看 蜂窝玉米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